新町市的代理市長 苦行案實際上更改善 還有讓我們停止的期間 他繼續一起市政的運作 包括新町榜構定的事情 市府跟市長居家 占對地構定的探討 深受安全的問題 拜市請第三方第一次回憲 我們都已經審訊完畢 從包商在第三方的結構 這個認定跟鑑定的一個程序 能夠加速的推進 棒球場地下室結構體 金木市檢測後 沒有安全疑慮 但是在這之後 隨即遭到高宏安的測換 由此可見 這整個過程都是在做政治操作 鬥爭前潮 高宏安要為新竹棒球場 改善工程的延宕 負最大的責任 民進黨這邊認為 高宏安無科學政機的情形 說球場負責圖太過重 影響就結構的安全 時間才會去拖到 對市府的要求說 土要靠起來正操作 據說是要求 保存這些土最正機 歡迎報回市府的請求 去年的八月起 我們就多次的發含要求 希望他儘快來 來進行第三方的一個鑑定 但是非常可惜的 拖到了今年四月三十 那同胞商才提出申請 同胞商的關係 也確實造成一些 其成的一個單哥 聽說市政府急著跟法院唱反調 種種行進都已經凸顯出 自身的焦慮跟不安 到底是害怕法院裁定的公正 第三方鑑定報告 會打臉自己 預蓋彌彰 還是害怕外界進入到球場 看到這個球場的慘況 議員說去年半月 高峰安如果直接改建球場 都有法度付出 今年三月份的比賽 但是現在時間一直拖 說市府跟球場 動作政策提款機 要有最大的質疑 民視新聞新的報道 更加多的政策新聞請您下載app 另外民視新聞網